Line Bitch 故事开始 玛丽看着眼前 这璀璨夺目的两颗钻石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因为这两颗母女钻石 是她去世的母亲留下的 但是由于母亲生前 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嘱 导致遗产的归属不明 玛丽的继父克里夫 趁机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异议 试图占有这两颗价值连城的钻石 但是玛丽认为 这两颗钻石 是母亲留给自己的唯一财产 克里夫没有权利获得这份遗产 可克里夫的律师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现在钻石的归属还没有完全确认 由于玛丽还是学生 没有自己的住处 所以她无法和克里夫正式撕破脸皮 只能乖乖地看着克里夫抠下钻石 自己先前往学校 玛丽郁闷地开着跑车 在街道上飞奔 来到学校的时候 由于车速过快 玛丽差点撞到面前的同学艾莲娜 但玛丽并没有明显的歉意 只是敷衍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随后玛丽和闺蜜进入到了学校的礼堂 今天学校里有一场关于性暴力的讲座 虽然讲台上是一个帅气的法医 但玛丽并没有多大兴趣 反而把目光放到了 带着电子脚铐的艾莲娜身上 玛丽轻蔑地向闺蜜吐槽了艾莲娜 她认为艾莲娜只是一个 处于假释阶段的罪犯而已 讲台上法医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因为遭受过性暴力的女警探 要向在场的所有人 分享这个不幸的遭遇 这也是为了提醒学生 出了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她讲述了自己曾经也迷茫过 沉浸在酒精和毒品里 还有无数个一夜情 直到那一天她参加了一个派对 然后喝下了不知名的迷药 就这样她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 被一个男人残忍地强暴了 至今为止她还忘不掉 那个男人对她说过的话 讲座结束后 玛丽像往常一样参加着跳水比赛 她发挥得非常的完美 此时克里夫也来到了比赛现场 她装作观心的样子 体贴地在玛丽出水的时候地上毛巾 可玛丽并不领情 直接转身而去 克里夫并没有在意 因为她看到了一旁 正在叠毛巾的艾莲娜 她望着艾莲娜那火辣的身材 走了过去 她温柔地询问着艾莲娜 为什么不去参加跳水比赛 而艾莲娜表示 那是富人的运动 自己需要一份钱 而且为社区工作 也是她假释的理由 克里夫挑逗着艾莲娜 她表示艾莲娜是一个坏坏的女孩 她希望知道艾莲娜到底有多坏 此时玛丽要进行第二次跳水了 玛丽将手中的芥台丢在水里 这个芥台是专门留给那两颗钻石的 只要钻石到手 她就可以将钻石装到自己的芥台上 现在这个芥台对玛丽而言 是一个幸运的标志 玛丽一个完美的转身 跳入到了水中 她一气呵成捡起了水底的芥台 而在岸边 艾莲娜羡慕地看着万人瞩目的玛丽 克里夫趁机走到了艾莲娜身边 她将自己的名片递给艾莲娜 她邀请艾莲娜参加玛丽的派对 她会在派对上 为艾莲娜提供一个正式的工作 派对上的时候 克里夫在一旁喝着酒 注视着泳池边的玛丽 玛丽的闺蜜将手里的生日礼物 交给了玛丽 闺蜜表示 克里夫会送什么礼物给她 玛丽觉得钻石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此时一个仆人对克里夫说了什么 克里夫走出了自己的房子 她看到有两个镖形大汉在等着自己 当玛丽找到克里夫的时候 克里夫已经被大汉按到了墙上 他们提醒克里夫 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建筑 那克里夫的手指头就不会像这次一样 只是划一个口子了 两个人走后 玛丽连忙询问克里夫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克里夫没有理睬玛丽 扭头回屋包扎伤口了 怒气冲冲的玛丽回到了泳池边 她看到了艾莲娜也来到了自己的派对上 她愤怒地走上前 质问艾莲娜 她为什么会来到自己的派对 艾莲娜表示是克里夫邀请自己的 玛丽一听这话 感觉是艾莲娜准备勾引自己的继父 直接将艾莲娜推到水中 两个人在水里狠狠地扭打在了一起 包扎好伤口的克里夫从房间里出来了 她连忙制止了两个人的行为 并向众人痛斥着玛丽的不理智 她表示艾莲娜是自己请来的客人 玛丽居然如此对待她 玛丽直接说出了克里夫对艾莲娜有着不轨之心 恼羞成怒的克里夫将派对给解散了 夜晚的时候 艾莲娜穿着湿漉漉的衣服 独自来到了克里夫工作的建筑里 她礼貌地表示 克里夫的建筑非常的漂亮 而克里夫走到艾莲娜身后 用眼睛上下打亮着艾莲娜的身体 她希望艾莲娜可以直接脱掉身上湿漉漉的衣服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正在晒太阳的玛丽听到了克里夫的脚步声 她连忙跑到克里夫身边 她以为克里夫会将钻石当作生日礼物送给自己 结果克里夫冷漠地说 派对就是玛丽的生日礼物 之后扭头走出了屋子 玛丽气愤地跟着克里夫身后 大声质问着克里夫钻石的事情 随之门口已经有警察在等待着克里夫 他们要以强暴罪逮捕克里夫 克里夫让玛丽赶快去找律师 随后克里夫在玛丽吃惊的目光下被带走了 在警察局的时候 艾莲娜坐在桌子上 女警探安慰着艾莲娜 由于她负责是艾莲娜的假使官 所以她和一个男警探一起负责这个案件 而女警探在和男警探聊天的时候 可以看出他们两个存在着另外一种暧昧的关系 在审讯室里 克里夫向告诉自己的律师 他没有强暴艾莲娜 男警探推开门告诉克里夫 现在艾莲娜要进行司法鉴定了 如果克里夫没有干这件事情 他今晚就会被释放 就这样 法医对艾莲娜的身体进行了鉴定 发现了艾莲娜的胸口有一个牙印 之后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搜查 在专业灯光的照射下 发现了艾莲娜的内裤 开庭了 法医向法官展示了自己的发现 首先艾莲娜身上有大量的撕裂伤 艾莲娜的毒品测试显示 艾莲娜曾经在短期内服用过迷药 而且胸口的牙印也证明是克里夫的 法官疑惑地看着胸口的照片 询问着牙印旁边 那个细小的印记是什么 法医并不知道 他认为是指甲的痕迹 现在证据已经非常的充足了 之后男警探又收到了一个录像带 第二次开庭的时候 女警探向法官展示了录像 录像里正是克里夫和艾莲娜在岸边的样子 还可以从录像里清楚地听到 克里夫要给艾莲娜一份工作 这份录像居然是女友的闺蜜寄给警察的 因为他没有想到克里夫是一个如此恶心的人 起初他只是想拍玛丽 然后顺便拍下了这一幕 现在克里夫面对着一个选择 要不然承认自己强暴 要不然女警探准备告克里夫绑架袭击和强暴罪 法庭外男警探告诉玛丽 她的继父麻烦大了 玛丽看着一旁的艾莲娜 直接痛骂艾莲娜是个婊子 随后走进了审讯室 此时克里夫和律师在商量着到底如何是好 玛丽走了进来 玛丽认为艾莲娜就是要钱 继父给她一笔钱收买她就好了 可继父告诉玛丽 她欠了一屁股债 而且工地的贷款也被她花得差不多了 玛丽提醒继父 还有一笔钱 就是那两颗钻石 律师此时提出 她认识一个进口商人 可以高价回收钻石 但是现在钻石在法律上的归属还没有确定 继父为了自由 直接同意将钻石让给玛丽 今晚到她家里来 艾莲娜到玛丽的家后 玛丽把一张文书拍在了玻璃上 这张文书可以证明钻石归玛丽所有 令人没想到的是 艾莲娜居然和玛丽抱在了一起 而法医也拿出了一副假牙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这副假牙就是按照克里夫的牙齿制造的 这件事情是他们三个人一起策划的 就这样三个人度过了愉快的一晚 再次开庭的时候 玛丽用眼神示意克里夫 已经收买了艾莲娜 但克里夫没想到 艾莲娜不仅告诉法官克里夫强奸了自己 还告诉法官克里夫曾经说 艾莲娜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事情 克里夫暴跳如雷 直接指责艾莲娜说谎 但最终克里夫被法官判下了15年有期徒刑 而女警探和男警探却感觉事情并没有结束 女警探在警局里直接告诉男警探 艾莲娜说谎了 因为艾莲娜的证词正是不久前 女警探在学校讲座上说的话 两个人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而在监狱里的克里夫 告诉律师他准备将收买艾莲娜的事情告诉警方 不过他不会连累律师的 夜晚的时候 男女警探进入到了艾莲娜的房车里 艾莲娜并不在这里 他们直接打破玻璃进去了 之后他们发现房车的墙壁上 贴满了女警探当年的强暴案 原来艾莲娜是根据当年的事件伪造的 随后克里夫主动要求和警察见面 他告诉了警察收买艾莲娜的事情 但男警探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 直接问克里夫收买艾莲娜的主意是谁提出来的 克里夫这才明白 玛丽也参与了这个事情 他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警方 女警探认为 两个女孩还不能完全操控这个事情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帮手 此时艾莲娜发现自己的房车被人打开了 不过万幸的是 自己藏在床底下的手枪没有被发现 不久后 男女警探来到学校 询问着玛丽关于案件的事情 他们把知道的所有线索都告诉了玛丽 而且他们还知道了 法医也给玛丽提供了帮助 可玛丽一直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 警探们来到了法医的实验室 他们将一个药交给法医 让法医鉴定一下 并且直接询问法医 艾莲娜胸口牙印旁的印记 会不会是借台造成的 法医颤颤巍巍的说 有可能 最后法医鉴定出了警探们给他们的药 是迷药 可警探们让法医自己留着那副药吧 当玛丽开车回到家里的时候 她发现家中的大门被打开了 进屋一看原来是法医 法医紧张地倒了两杯酒 她把酒递给玛丽 并且告诉玛丽警察来找她了 她认为今晚就要处理钻石 但玛丽疑惑地问法医 之前法医说 下间期的时候才会找好卖家 法医表示 提前出售钻石的价钱 只会便宜一点而已 然后她询问玛丽 钻石到底在哪里 法医担心玛丽私藏了钻石 玛丽为了证明自己 将钻石从保险柜里拿了出来 法医连忙拿起了璀璨夺目的钻石 表示这个是200万美金呀 法医告诉玛丽可以卖400万 渐渐地玛丽感觉到 自己的头开始眩晕 在法医期盼的眼神中 玛丽倒在了地上 原来酒里被吓药了 法医看到玛丽倒下后 连忙用电话联系卖家 她希望今晚交易 可卖家最早只能在明天交易 于是双方约定 明天早上9点在餐厅见面 然后法医拿着钻石就走了 醒来后的玛丽 连忙联系艾莲娜 两个人决定在明天的时候 一起追击法医 第二天的时候 艾莲娜驾驶着风扇亭 追逐着岸上的法医 法医驾驶着汽车 嘲笑着水里的艾莲娜 而玛丽驾驶着汽车 出现在了法医的对面 她要和法医来一场生死对决 她用力地踩下油门冲向法医 而法医也毫不畏惧地冲向玛丽 在两车相撞的最后关头 法医害怕了 她试图扭转汽车的方向 可却让汽车撞进了路边的丛林 玛丽拿着翘棍从汽车上走了下来 她现在要好好地教训法医 在警察局里 女警探发现 男警探手里拿着35万美金 男警探表示 这是笔赃款 她现在要把这笔赃款 放到证务室去 女警探表示 可以和男警探一起去证务室 在丛林里 玛丽和艾莲娜 只发现了撞毁的汽车 并没有找到法医 而在证务室的男女警探 越来越暧昧 随后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丛林里的两个人搜寻了一段时间 突然艾莲娜的电子镣铐响了 艾莲娜慌张地解释 这代表着 她已经离开了房车 超过了10公里的距离 现在她的假释官 知道了艾莲娜的具体位置 玛丽也慌张了 但是他们现在只能先找到法医 而女警探也收到了 艾莲娜的GPS报警 她和男警探一起 开车前往艾莲娜的位置 此时艾莲娜和玛丽 分头寻找着法医的位置 当艾莲娜独自寻找法医时 她遭到了法医的袭击 法医骑在艾莲娜的身上 疯狂地殴打着艾莲娜 玛丽趁机从背后 用撬棍狠狠地砸向了法医的头部 法医应声倒在地上 直接弃绝身亡了 玛丽从法医身上翻到了两颗钻石 然后她决定自己前往交易地点 和商人进行交易 而艾莲娜就自己在这里 自求多福吧 玛丽走后 艾莲娜将法医的尸体塞到了汽车里 她独自推着汽车 试图将汽车和尸体一起摧毁 可还没等她将汽车推出丛林 男女警探就已经赶到了 他们看着艾莲娜 询问着艾莲娜到底在干什么 就这样艾莲娜被带回了警局 而玛丽这边 她将钻石交给了商人 并要求400万美金 可商人看了一眼钻石 她告诉玛丽 自己要的是精品 不是玛丽手中的垃圾 这个时候玛丽才知道 钻石是假的 在警察局里 艾莲娜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警探 可他们没有证据证明法医是玛丽杀的 此时艾莲娜也接到了玛丽的电话 知道了钻石的消息 警察局定把窃听器绑在艾莲娜身上 让艾莲娜从玛丽的口中 套住她杀人的事实 就这样艾莲娜独自前往玛丽的家中 警察局定在车里听着窃听器里的声音 在玛丽的家中 艾莲娜一直询问着法医的事情 可玛丽根本就不准备聊这个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是钻石 玛丽告诉艾莲娜 真正的钻石在克里夫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也就是那栋还未建成的建筑里 但是密码只有克里夫知道 这个事情正是不远处克里夫的律师告诉玛丽的 现在玛丽决定利用艾莲娜的谅解书 换取克里夫手里的密码 因为这样克里夫就可以直接出狱了 艾莲娜只好同意这样做 在监狱的接待室里 克里夫交出了密码 拿走了谅解书 玛丽得到密码后 带着艾莲娜前往那栋放着保险箱的建筑 竟他们也紧跟其后 对艾莲娜如何询问 玛丽依旧没有透露她杀害法医的事实 玛丽打开了保险柜拿到了钻石 艾莲娜再也忍不住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背负杀人罪了 她趁着玛丽盯着钻石的时候 直接拿出了自己胸口的窃听器 扔到了地上踩碎了它 然后掏出手枪 抢走了玛丽手中的钻石 警探们听不到窃听器的声音了 他们以为艾莲娜出事了 男警探决定独自进入建筑 而玛丽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把手枪 她现在正在建筑里寻找着艾莲娜的踪影 女警探等了一段时间 发现里面毫无动静 决定也进入到建筑里 她拿着来福枪进到了建筑 此时玛丽发现了艾莲娜 她冲着艾莲娜连开两枪都没有命中 而女警探刚好推开门走了进来 她看见了拿着枪的玛丽直接开火了 就这样男警探找到他们的时候 玛丽已经倒在了地上 女警探解释自己是为了保护艾莲娜 其余的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女警探准备带着艾莲娜休息一晚 在早上的时候前往警局 男警探询问艾莲娜钻石的踪迹 艾莲娜告诉男警探 玛丽没有发现钻石 然后恼羞成怒地发现了她胸口的窃听器 所以才会追杀艾莲娜 无可奈何的男警探只能独自回到警局 第二天的时候 男警探发现艾莲娜并没有回到警局 女警探也失踪了 这时警局其他人找到了男警探 因为男警探负责的35万赃款不见了 男警探这才明白 当初政务室里 女警探和他亲热的时候 趁机拿走了钥匙 然后找机会拿走了赃款 而艾莲娜根本就没有被假释 她的档案非常的干净 可现在男警探已经没有时间 去寻找女警探他们了 另一边艾莲娜和女警探 躺在柔软的汤衣上享受着阳光 顺便欣赏着手中的钻石 而无罪释放的克里夫 也出现在了这里 她挑逗着眼前的母女俩 表示这是一个好计划 而且没有人会想到 她们是母女 毕竟她们两个都是如此的美丽 克里夫喝着艾莲娜递来的美酒 回想起了这次计划 在她出现财务危机的时候 女警探找到了她 提供了这次计划 然后他们利用艾莲娜去接紧玛丽 然后玛丽以为艾莲娜是来帮助自己的 又让自己的闺蜜提供了录像带的证据 并且找到了法医 和法医一起制定了强暴案的证据 这一切都是完美的计划 可慢慢的克里夫感觉到大脑有一点眩晕的感觉 这时女警探慢慢悠悠的说出了一个事情 当年她被强奸后生下了一个女儿 由于她年龄较小 女儿被福利机构带走了 那个强暴犯也没有被抓到 但是她在许多年后找到了那个强暴犯 那个人就是克里夫 之后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她和女儿一起制定了一个复仇计划 艾莲娜就是克里夫的女儿 此时的克里夫才发现酒里被下了迷药 她昏昏沉沉的向后倒去 而后面则是一个悬崖 就这样母女俩获得了母女钻石 更解决了当年的强暴犯 现在她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起了 当每个人犯错的时候 都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惩罚 平安无事 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每个人最终都会因为错误 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好了 我是不喜剧阿波 我们下期再见 请